距离鸿海科技日倒数六天 三款即将在下个礼拜亮相的电动车 首度以上路驾驶模式在YouTube上公开了 这三款当中包含了 玉龙跟鸿海集合资自主研发 以MIH联盟开放平台作为基础的 首款电动乘用车 同时也宣布了活动的四大主题 引爆讨论的话题 今天黄瑞伟分析师就要来解密 鸿海科技日 谁最具有长相 抢先布局赢得商机 请锁定今天的股市热炒店 股市热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 今天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 黄瑞伟分析师 老师你好 思维还有粉丝同样大家好 老师你真的是经验老到经验丰富 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分享的股市热炒店 周末招牌菜呢 结果今天上礼拜所分享的三谎 就是老师亲自点名的上礼拜五涨停板 今天一开盘也马上涨停板 超强的 三谎到底是什么股票 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主要有个题材 转机的题材就是石墨西 那石墨西也传出说是我们张忠谋董事长 台积电张忠谋董事长也看好了未来一项非常重要的半导体材料 所以在题材发酵之下呢 不管今天盘式的下跌 他这样往上飙涨停 太恭喜了 好所以呢如果呢大家有留意到我们的招牌强势股的话呢 今天不只是三谎涨停板 雷虎跟支援也有非常棒的好表现 请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接下来来看到黄瑞伟分析世代的主题 台股今天航运破底了 散户乱踩台股预压要等突破吗 还有下个礼拜一就是红海科技日了 这三款电动车四大主题的类股 请你要抢先布局 跟着黄瑞伟分析师一起来抢进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呢 今天呢美股下跌 雅股呢也纷纷走跌超过了百分之一 导致台股今天呢是开低之后一路在平盘之下震荡 一度最多呢下跌了290点 回测了16300点 来看到台股今天最终呢下跌了177点 跌幅是1.07% 收在了16462点 很可惜才占上五日均线两天而已 今天又跌破了 而成交量呢只有2783亿 另外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跌幅更重 来到了1.14% 但贵买很强哦 它并没有跌破五日线 成交量呢则是大幅缩减到了682亿 好老师来看到大盘的部分 要来请教你一下了 今天呢大盘呢跌破了五日均线 接下来有可能会跌跌不休继续跌吗 还是老师有可能会止跌回升呢 好应该不至于跌跌不休啦 那今天下跌主要在一些美股利空 包括那个质率又往上创高了 那另外这个通膀的问题 大家是蛮担心的 那美股上个礼拜五的走势 包含礼拜二的走势 成了一样比较开高走低的状态 那导致今天这个双十野之后 台股就往下开低走低震荡 那整理而言呢 我们看这个K线的图形 我们里面有话说啊 12345坡嘛 就历史高点18034刹下来到16893 这是下跌第一波 那往上呢 弹升到17643 我们所谓北二高 就是大凡的第二波上涨 那1763会往下刹 刹到8月20号的低点 16248 又给了1000多点 这是下跌的第三波 那往上又涨了1000多点 那17633 休息站 休息站 那这里是没有过那个17643嘛 这是上涨的第四波 那现在呢 从17633又跌了1000多点 上个礼拜最低到16162 是已经跌了完整的五波了 那该跌完了吧老师 我认为这个地方 因为立功还在 但是以整个波形来看的话 五波的形态是跌得蛮完整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即便有立功再往下打的话 它也是属于足底跟扩底期 老师你上次我记得你说 指数摆两旁 个股摆中间 你今天改成是 个股摆中间 足底与扩底 扩底是什么意思啊 扩底说 把底做大 把底做大 因为目前为止 利空相比比较多 我认为161616 建造低点 这个机位非常大 所以往下再破 新低的机位不是很大 就机率而远 因为完整五波嘛 那当然因为目前为止 利空相比比较多 所以还会反复来测试低点 那这个反复测试的动作 就是所谓扩底期 就把底做大 让底打得更扎实 所以这些有点时间 但整理而言 这个地方我认为还是相对的低档 16162再创新低的机会 不是很大 就机率而言 除了又发生 预期之外的天灾地变 不要再来了 这个机会不大了 否则我们认为这个地方低档 就是很有限 来回来做震荡做主底 那重点是怎样 这个主底期 其实有些个股 你先脱盈而出了 所以大盘最近看到新低一点 但是呢 创新高的股票 还是不少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所以我认为这里呢 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说 个股摆中间更为重要 因为目前为止 其实强者强 弱者弱 早已经分道扬镳了 所以选股不选市 选股更加重要 那尤其选对产业趋势 向上的族群 当盘市目前为止 有一些外在利空 那利空打下来 只要呢 为了这个产业趋势向上 未来的公司的成长会持续的 可以趁这个时钟刚好这样 是让你逢低不绝的好时机 所以不要只看一时 有时候大法人利空 是另外一种相对的祝福 OK 老师好棒哦 给我们乐观的希望 然后我们赶快来看到 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了 今天三大法人呢 合计是卖超了176亿 是连续第二天的卖超了 而其中外资是 老师 美金呢 因为他卖超了999亿 999存金 外资呢卖超了167亿 而投信呢则是连续买超了9天 投信呢连续持续的买超9天 今天也是买超了6亿 我们来看到呢 外资跟投信买超些什么 外资跟投信真的是土洋对作耶 因为外资呢 今天买超了长荣跟阳明 明明长荣跟阳明哦 今天跌幅都超过9% 但是外资呢 大幅买超长荣跟阳明 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还买了中钢 台信金跟技嘉 另外呢 卖超只是卖了连电 群创友达 彩晶 以及我们今天会聊到的鸿海 但很有趣看到下一页 投信买卖超的部分 投信呢 今天呢则是 先看到卖超 卖超呢 就是卖了连电 荣城 阳明 以及大成钢 以及没在排行榜当中的 长荣以及旺海 买超的部分呢 今天投信买超了 优达 智元 大同 望虹跟技嘉 今天表现得都很不错 还有没有在排行榜当中的 鸿海跟御龙 老师你怎么看一下 土阳对座 还有投信买超的个股 今天表现得都很好 好 投信呢 主要主导是以中小型为主 对 所以呢 目前为止 虽然盘施的做震荡整理 但是呢 只要投信买超的中小型股 我们呢 粉丝投资朋友 可以更特别的关注 那大盘部分的话 是跟大型股比较相关 那因为刚刚看到了 外师卖真的嘛 买真的嘛 买真的 买真的 9999 对所以大型全是有短线上 还会是被压抑住 所以目前为止 在选股上可以先以投信 买超的标的来做选择 尤其中小型股更加可以留意 好 所以呢 像是智元呢 既加啦 今天表现的都很好 提醒大家呢 一起来留意 我们接下来看看老师 带来的主题 要来告诉大家 鸿海科技日 你绝对不能够错过的标股 让你抢先布局 先稍微休息一下 看到黄瑞伟老师的专题报导 就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标股哦 赶快来欢迎黄瑞伟老师 老师好 思维还有粉丝同长大家好 老师你上次分享的第三代半导体 持续在台股当中发威 比如说呢像汉磊 对 汉磊上个礼拜五 10月8号是续创了盘中的新高 来到了132.5 涨幅8%距离你9月28号 在我们股市的草店 讲的节目当中的股价很强 而且还在持续的上涨当中 今天大盘跌 但是汉磊没有跌还是涨的哦 他还是续创收盘新高价 对对 代表这个产业趋势是对的 我们上9月28号 特别跟大家聊这个主题嘛 就是第三代半导体 那它也是未来非常重要 在一个电动车厂的运用 所以呢是不是股价要反映未来的趋势 那我们今天要跟他讲的主题 就短线而言 这个10月18号下礼拜一 发酵在即嘛 发酵在即 很快可以派上用场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这种即将要涨的 我们刚才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 要来告诉大家 鸿海科技日电动车要来了 四大主题也公布了 但是有哪一些的标股 我们可以抢先布局呢 有请老师来跟大家做说明 好 这个主题嘛 鸿海科技日 对 那跟电动车相关 是 那我们先跟他讲一下 为什么鸿海要 要转进电动车这个领域 一定是跟电动车市场大夯有关系啊 对不对 对 因为鸿海目前为止 他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他的成长已经遇到瓶颈了 从原本的PC到智慧手机嘛 那组装已经到一个高原期了 那未来鸿海要再长大 要再成长 只有靠车子 汽车 那传统的车做不来嘛 因为那个领域不是台湾人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不一样 那是电动车呢 其实电动车 就是可以把他比你什么呢 会移动的智慧手机 这比喻好 对 这是鸿海的强项了 就是跟电子相关的 也是台湾的强项 那这个市场来看的话 电动车未来成长趋势 以今年来看的话 大概预估是380万台 那到2025年 预估每年的复合成长率 可以达到30% 那30%大不大 很大啊 而且要留意它是复合成长率 对 所以它是一直那个 它的基本的倍数 是会变得越来越大 分母会变得越大的 如果从2020年到2025年 2020年的一个出产的量 大概280万台嘛 那预估到2025年 1200万台大概几倍呢 相信5倍了 超夸张 对 所以你看那个量 那个成长其实是相当庞大的 好 那这个也是未来鸿海没有 它的成长的动物之所在 好 所以呢看到电动车市场的 复合成长率来到了30% 接下来就是鸿海 它怎么动作了 来看到鸿海的科技日 就在下个礼拜一 10月18号即将登场 对 鸿海科技日喔 它这一次的主推 就是所谓电动车嘛 那预计有三款车 要对外发表 所谓的一级级级的电动车 西级级的电动车 还有电动巴士 那今天可能 各位在YouTube的频道上 已经看到 有看到了超酷炫的 对 西级是白色车子 一级是黑色很像那个 之前的那个电 那个什么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 什么霹雳游箱迈克 很炫 很炫的车子 还有电动巴士 在YouTube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而且还公布了四大主题 对 感受 技术 软体跟体验 对 满Smart车的 对 而且满炫的感觉 那这三款车 也是后续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 好 那另外这个鸿海科 是要讨论另外一个四大主题 包含感受 技术 软体 还有体验 就是让大家开放 大家能够亲自去搭乘 好想搭哦 做这个看 它的原型车 然后了解整个 它的电动产品 那另外呢 鸿海科 其实还要针对一些技术层面 会发表专题演讲 让大家了解到鸿海在电动车领域的耕耘 包括软体 包括硬体平台的最新成果 好 鸿海呢即将公布的电动车呢 一级电动车是否商务的 C级电动车呢是否家庭的 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背后的大联盟的成员有谁了 老师这一页全部都是大联盟成员哦 没有 这是鸿海本身的一个分工 哦哦哦哦 鸿家军本身它自己的一个 哦 镇头鸿家军啊 对 它的转投资公司哦 那原本就包山包海了 是 包含电子的各自的次领 产业领域都有在里面哦 比如像针鼎做什么呢 车用PCP相关嘛 嗯嗯 那一家还没有上市柜要红藤尖密 对 做车用连接器 对 那各位之前有一档标股 就是镇达光电哦 哎哎哎哎 做3D玻璃 嗯 那另外还包含什么夜层有没有 对 用在车用的触控面板等等 嗯 还包含乙胜 嗯 所以乙胜蛮强势的哦 哎老师可是我看不到你这么多家的股票当中 你点点名 你要点名谁是最被看好的啊 对 这里面我们会点名几家公司 嗯 今天我们会特别介绍 好我猜一定有广宇 哎广宇 连接器最有名的啊对不对 好 逆势上涨哦 好 那乙胜今天股价是创了波段新高 强 这次这次红家军里面哦 电动车核心的个股 嗯 可以优先做锁定 好 那后续我们后面会更加详细的介绍 好 所以呢 包含了乙胜金 乙胜跟广宇哦 这两家呢都请大家特别的留意 不过当然咯 红海的节目伙伴怎么能够少了玉龙呢 下一档我们再来介绍玉龙的背景 对 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是什么 是红家军里面的个别公司嘛 那这个是红海就很多队友 对 包含国内跟国外的 嗯 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700家 跟红海做个结盟哦 所谓MIH联盟 对 那这个联盟的特性是什么呢 嗯 你可以想象之前那个 智慧手机有开放平台嘛 对 也有什么封闭平台 对 那安卓有没有 Enjoy就是所谓开放平台 对 在这个平台之下有没有 大家一起来 你知道 来打拼这个电通车这个产业的未来 嗯 那合作伙伴 首先比如像玉龙 嗯 就跟 宏华先行有没有 合资嘛 哦 合资的公司哦 对 宏家军哦 未来发展哦 这个电动车的主体 嗯 这宏华先进哦 嗯 那另外像 中国台湾那边 包含什么 拜腾 嗯 有签MOU哦 那承诺说可能到2020年 哦 22年的时候 要给他多少数量 要多量产 是 那另外一家浙江吉利控股 这是 中国目前为止最大的 哦 这个汽车制造公司哦 也跟 这个MH相关 都有来报名参加 嗯 那其实隆隆种种啦 国内跟国外总共1700家 这个阵容蛮庞大的 所以鸿海到处 结拜兄弟 交朋友 对 好多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鸿海的现行 今天我们要看到了 这个标股当中的 第一支 当然先讲到鸿海了 好 好 那鸿海为什么 call这个电动车领域 刚讲很多嘛 嗯 就未来希望说 能够吃到这个电动车 这一块 嗯 那目前为止 像这个苹果的Apple Card 有没有 嗯 也不断传出 有没有 是 这是未来苹果的秘密武器嘛 嗯 那未来鸿海要能够怎样 营收成长 嗯 公司的事实要往上成长 甚至怎样 摆脱毛三道四 毛利那么低的贫瘠 有没有 对 这个是鸿海最被人在印象深刻的地方 对 毛利率就太低了啦 对 一定要透过什么 太低了 透过这个电动车啦 为什么 增加营收 营收 还有提高公司的毛利率 是 因为各位想想看哦 手机一台多少钱 一支多少钱 一支万几块 较好三四万块嘛 对对对 但电动车一台什么样 经常是百万起跳的 是 所以光是那个营收 有没有 那个成长性惯下来的话 那个未来对鸿海帮助有多大 老师那这样子电动车题材之下 鸿海什么时候才发动呢 他是全职股劳 是被外资当提款机 对 其实他最近也在整理啦 门蛮久的 那我认为 当这个电动车题材发酵之后 鸿海就会动 这也是为了鸿海有没有 能够持续成长的非常重要的力气 就是电动车 那尤其我们刚刚提到说 未来呢 如果苹果要发展所谓Apple Car 那当然啦 鸿海就是打定主意有没有 希望能够程序说 这个手机帮他代工之后有没有 跟房仪做车 哎 房仪做车 汽车一起来做代工 因为彼此这家伙伴关系很深了嘛 很久了嘛 都了解啦 对 那目前这档鸿海的股价有没有 是处在一样相对整理级 那我认为在提供发酵之下有没有 一定会有什么表现啊 好 可以做注意 那接下来呢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红准 好 那红准呢 主要帮这个红海做什么呢 做那个铝合金的这个车壳未来的规划啦 这很重要耶 外表要打扮呢 对 因为车壳怎样 密合度很重要啦 安全性很重要啦 是 那他呢 其实在这个铝合金这个领域已经满久了 之前做什么 铝合金的机壳嘛 他本身对这个开模模组的这个也是很厉害 红准 那未来就是主要怎样 主攻这个电动车相关领域的车壳 那目前为止哦 逐渐少量开始怎样 在测试啦 那就等整个线型来看的话 有没有 目前为止处在一个相对还是强势 虽然这两天因为盘式的关系有所压回嘛 但还是处在月均线之上 那整体而言当这个 红准海的一个电动车提起来发酵之下 我认为哦 这两公司的话 股价也会跟着往上再涨一段 好 这是红准 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到下一档呢 是以胜KY 好 那这一档以胜KY 其实是在目前为止 相关的电动车的红夹军里面 表现是最为强势的 那他之前就是属于什么 这个已经做过电动车的一个产业了啦 包括什么 特斯拉 他是他的部分的零件的制造厂商 那当然 所以他经验值比较丰富 比较丰富 目前就是 对就是特斯拉的一些零件的供应商的 那未来当整个集团需要他那时候 没有 他当然这样 挺身而出 对 那预计到 明年的话 他整个目前车用的零主件部分 有很多 赞他营收 可以这样成长到四成左右 超越现在最大比重是电视嘛 哦 他主要做那个机构件 机构元件等等 那 就这个以胜的整个K线形态看的话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他今天股价还一度创新高 是啊 波段新高 波段新高 今天大盘基本上有没有 是处在盘下做震荡哦 盘中的大跌哦 对 他上个礼拜五 10月8号 他还逆势大涨 那今天股价怎样 一样哦 往上再创新高哦 那距离这个10月18日 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认为他的股价 应该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哦 那刚好趁着说 目前盘氏大盘在压回嘛 在整理嘛 这种股票我认为是可以做琢磨 可以做注意 抢先布局的在庆罪时 对对对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呢 那广宇也是同样知名的洪家军 对对 他是做什么呢 这个帮洪海未来做这些 所谓限速厂商 那现在做些连接器了 那未来在 这个贴动车部分的话 就做所谓限速厂 那目前为止哦 他的营收比重不算大 大概 今年大概预估可以达5到10哦 跟车用相关的哦 那当然当这个洪家军 这个逐渐怎么样 成熟之后 这个车子部分成熟之后 他的整个一个出货的一个 一桌比重 会往上成长哦 那另外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形态上 今天股价还涨哎 对啊 对不对 很强很强超强的 好所以呢这是广宇的部分 接下来当然不能够少了 红海最重要的伙伴玉龙 对 玉龙最近投信也是昨末很多哦 对法人都陆续在布局了 对啊 对老师怎么看待玉龙呢 好那玉龙哦 其实跟红海的老板本身有没有 就是一个旧式啦 好的好朋友哦 那当然玉龙他坐这个车子是坐满久了 那现在跟红海没有 做个结合 那红海本身在这个电子这一块就很很强嘛 加上这个玉龙的 坐车的这个经验 那两相结合之下我认为哦 是相对是有搞头的 是有搞头的 那以他的整个形态来看的话 哦 玉龙的形态哦 来看一下贴线形态 哎 最近 呈现是不是一个相对震荡对不对 那其实他的股价形态 也满强势的 对 是不是都在一个均线之上 月线之上嘛 那上个礼拜 五的时候是哎 往上一路要攻击对不对 那今天盘压尾他才在做量收 回涨整理 这代表上涨有量嘛 那压尾量收整理 那这是整个量价关系上 属于什么呢 一个多头形态的个股嘛 量价形态多头 非常明显 而且各位这个玉龙哦 他9月的合并营收是67.62亿 是月增8.71% 但年减0.71% 其实是这样的表现 没有到非常亮眼 但投信还在不停的买 我怀疑投信有跟黄老师 先通过电话了 先了解了一下 就先布局了对不对 这是应该在MH的 大联盟的行动日之前 就先来布局吗 对其实很多法人 有没有 已经默默在布局了 那由于刚刚提到这些 我们法人圈的学弟妹 有没有 都会多少打另外来学问 我的看法 因为老师在我们投资圈 已经有三十几年的经历了 非常的丰厚啊 所以呢这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玉龙的部分了 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分享到有关于MH电动车大联盟的标股了 在下个礼拜一呢即将要来临之前呢 欢迎大家可以先逢低布局 好好的来做观察 台股呢老是被扒来扒去 一下子被大陆扒 很大事件 对 要不然呢就是限电政策 一下被美股扒 一下又是什么举债上限啦 或者是美债殖利率的部分 但唯有这台车子电动车 是真的有办法可以激励台股的 因为这个短线跟波段兼具了 短线很快10月18日就有题材 那波段这个电动车的产业 就是台湾未来另外一个造原产业 那国家也在鼓励嘛 那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可短可长 两者可以兼具 好这是以上的单言 我也非常谢谢黄瑞伟老师 谢谢 好接下来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 首先第一题来看到网友问说 货柜三雄还会再跌吗 今天货柜三雄的跌幅呢 全部都超过9% 而且重压了台股 老师认为后市怎么看呢 好我上那个节目 每当大家问到货柜三雄 其实我看完没有变过 对老师都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对我说从7月份 那个也是利多满天飞的时候 没有后市请大家要比较保守看淡 对那到目前为止 都已经创新低了嘛 包含阳明 跟长榮跌破百元的 对 那到目前为止 这股价形态还是相对弱势 好 那什么时候会止跌 会有那一天吗老师 我认为年限 就非常重要的支撑 OK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 所以我们看那个趋势往下走 对不对 但是呢 以今年长榮 阳明 甚至万啊 后一来看的话 都是相当亮丽啦 所以说 虽然趋势往下 但是呢 来到年限 我认为短线上 必然有所支撑 也就是说你要抢短线的话 长榮 阳明 望海 到年限是最稳的 对 那目前为止 当然股价 我认为它还有低点 因为还没有到年限嘛 那年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长榮今天是收在90块 他的年限老师是74块耶 对 七字头哦 对不用怀疑 当时在200多到150的话 大家怀疑要跌升了 能不能买 对不对 我说没办法 这时间 对不对 老师那现在你也大胆的说 支撑点就是在年限了 就是说长期来看有没有 亏到年限 年限维度止跌 那谈三位之后有没有 以后是以后再说了 OK 那阳明呢 阳明老师也是看一样的 看法一样 这三个都一样 三剑客嘛 这个命运也是一样 阳明今天也要创新低嘛 对 接下来是万海 万海的年限在111块了 对 他现在才 老师才153耶 对 对 要跌很快啦 没几天要大了 不要怀疑 好啦 那请有会不会三小朋友 要请特别的留意了 接下来来看到第二题的部分呢 是今天之前公布出来 联勇 盛群 宏杰克跟天韵 第三季的营收都很不错 但似乎没有带动股价耶 会不会带动股价呢 止跌上涨呢 老师你怎么看待呢 好 那其实九位营收 这些公司已经公布几天了 对 那第三季的营收都很量力 那为什么目前为止 利多出来还在跌 代表什么 这个利多没有用嘛 所以股价像联勇是创新低了没有 它是驱动IC的龙头耶 它都不涨了该怎么办 因为大家对驱动IC后市看比较保守啊 哎呦 那股价反映是反映未来 不是反映现在跟过去嘛 因为如果要涨的话没有 其实在九位营收公布的当下 股价就要涨上去了 可是反燃一下是不是又破底 对 代表什么呢 这个趋势是往下走的嘛 那九位营收只是一时的激情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有好营收 可是呢 没有好的股价 因为之前股价已经先反映在先了啦 那现在公布九位营收好 只是一个事实呈现而已 那现在股价反映是未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显然意见 未来的驱动案是怎样 后市是相对比较看淡的 所以当整个形态没有做出来之前 我认为像联勇 这都要保守啦 好 那下一党的MCU盛群呢 盛群总应该好一点吧 以形态来看的话 这个都已经打到连线了 那盛群跟什么相关 MCU他是跟 金融带工涨价受害者嘛 所以当金融带工涨价了之后 那这是怎样 是毛利率反向被压缩的 所以股价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说 还是比较保守看待啦 因为之前都已经涨过一大波了 那这个形态没有转强之前 底部没有做出形态之前 我认为都应该是相对保守来试之 好 下一党是洪杰科 那洪杰科运送还是不错啊 可是目前股价 是不是好像要死不活的样子 所以我认为说 强他道理嘛 强他原因嘛 那什么最客观 股价最客观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形态看的话 那我认为都是一个相对弱势的 股价形态 都不应该怎样 太多着墨啦 老师那最后一挡天狱呢 天狱的股价已经打 打三折了吧 已经打到股折了 对啊 真的是很辛苦 那其实他已经标过一大段了嘛 我记得之前从市区块 标到快四百块 对 涨十倍嘛 对 历史新高三九五 对 那时候反应什么 驱动IC的一个趋势的好嘛 那反应什么呢 这个所谓什么充电IC 它也是热卖嘛 那现在这个 一样从虚难过于平淡 那其实九位营收一样很亮丽 这个创新高 那股价没有涨是40嘛 那股价没有涨可能是一样 现在可能市场比较激情不在 所以有好的一个营收 也没法激起市场的追价买气 有没有 那谁是对的 市场是对的 就是这种市场 好 这一题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请问连电哦 这样跌到底还有没有的 今天连电已经跌破了 60元的关卡 今天跌幅很深哦 老师 百分之4.26 之前还在创新高72 现在又已经跌到百分之4.26 对 不过要整理而言 我认为它处在个中断整理啦 它现在虽然破季线对不对 但是呢 季线目前还是上氧的 那往下看的话 下面还有两条线嘛 半年线跟年线 对 半年线跟年线 那意味着这一档联电 虽然最近在整理 但是呢 它的一个长期趋势 它还是向上走氧的 所以长期老师依旧是看多的 对 因为第四季它有 代工教育要往上调长的力多嘛 那反映到这一波的一个压回 整理其实量是相对萎缩嘛 所以是处理在整理 我看是看整理啦 那长期的趋势还是存在的 好 以上呢是今天呢 黄瑞伟分析师带给大家的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主题的话呢 在我们萤幕上面 有黄瑞伟老师的Liant跟Teregram 非常欢迎大家呢 可以赶快加入 老师呢有几十年丰富的经验 连投信啊都打电话来问他了 你怎么能够错过 这个免费咨询的时候呢 请大家可以加入老师的Liant跟Teregram 跟老师有更多的互动哦 同时呢 如果你喜欢股市业炒电的话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9点半 我们都在YouTube上面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哦 有任何的问题都非常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 拜拜 拜拜